深夜里前方这部白色小客车划破其境 没有想到绿灯右转之后 车子突然一个失控打滑撞上电线杆 车铁冒出阵阵百言 驾驶和副驾驶卡在车内 巨大的撞击力根本车不向车 已经严重扭曲变形 得用破坏器材将车门拆开 来来来 这边看来来 这边看来 这边看来 车上两人送一只号双双不至 开车的是派出所远警沈嘉信 备载的是他的同学张慎威 目前担任宪兵 为了庆祝老同学 新买一部二手车上路试性能 疑似尽速飙车丢了性命 其实就在两天前担任宪兵的张慎威 他还在脸书上大秀新买的二手车 破文新手上路请多指教 迫不及待找同窗沈嘉信 一起分享驾驭新车的快感 可见交情很深 一路都是同班又住在对街 以前打球都溺在一起 如今新买二手车 连试车也要一块 但没有想到 当晚沈嘉信下了警察的勤务 就出了意外 一个警察一个军人同窗感情深厚 新买二手车试性能街头飙速 最后断送两条22岁的年轻性命 纪料文斌云林报道 最后断的年轻性能街头飙速